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患者今年来来,贫乏更多,而女性成为抑郁症患者的头号目标。 很多女性经常遇到了一些问题,爱胡思乱想,情绪波动大,也有一些女性爱残疑或者爱嫉妒。 但是这些女性大多数承受能力比较差,长期下来承受不住,因此患上抑郁症的几率会大大增加,抑郁症不会平白无故找上你,只会在你身体质量差的时候趁虚而入,而女性患病的几率比男性高出两倍,特别是怀孕期,产后更年期更容易发生。 下面,沈梁国防医院专家介绍一下,女性患上抑郁症的五个症状。 症状一,总感到很疲倦,每天什么都还没干,就感到了身体疲惫不堪,一点都不想动,什么都不想干,只想每天摊软在床上。 症状二,经常脾气暴躁抑郁症患者,每天都感到情绪特别乱,有时候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,经常感到心烦,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 症状三,经常失眠夺梦女性,抑郁症患者有严重失眠障碍,甚至会经常会半夜醒来,经常做梦。 长期下来,抵抗力下降,脸上也会渐渐的出现皱纹,加速衰老。 症状四,总是心不在焉,每天工作或者上学,注意力无法集中,经常会看东西愣神,总是心不在焉,有时候看东西看半天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 症状五,大脑思维缓慢患上抑郁症的人,大脑会出现迟缓,经常一个简单的东西,要思考很长时间,有时候还思考不出来,大脑出现短路,有时候说话也会出现障碍,说话变得缓慢,有气无力。 抑郁症成为大家所惧怕的一种疾病,这种痛苦没有患上抑郁症的人是感受不到的。 所以,我们要提前积极的做好预防,避免抑郁症趁虚而入,预防抑郁症指示这四朝一,避免刺激干扰,经常让你生气的人或者地方,尽量远离,适当的提高承受能力,避免那些无谓的刺激。 二,转移注意力,当自己有不开心的事或者生气的时候,可以听听音乐或者运动一下,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,这样就会让心情好很多。 三,避免过度劳累长期过度劳累的人,身体质量和精神承受能力都比较差。 四,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做好预防,给自己低些空闲的时候,将自己可以得到一个充足的环节。 四,丰富生活乐趣。 一般患上抑郁症的人,都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了,什么乐趣都没有,每天只活在苦闷当中。 所以要积极的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,将自己的生活不再那么枯燥乏本。 如果感觉自己得了抑郁症,一定要到相关医院进行诊断治疗。 如果确诊是抑郁症,最好就要抓紧治疗。 没有患上抑郁症的人,平时一定要做好预防工作。